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式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香港济会大学自主教育学院举办的网上入学资讯日 我们的这个场次是全理系学院的 分别有三个不同的课程 我们有新媒体及影视创意写作文学士 综合传播管理社会科学士 媒体及传播社会科学士 我们邀请了三位讲者 分别是Creative Writing for Film TV New Media 邀请了Mr.Pierre Lam 我们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我们邀请了课程主任Dr.Maggie Fung 而这个Media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我们邀请了另一位讲师是Mr.Alex Tang 在开始之前我也有点注意的事项要提醒大家 请大家在过程中不要录音、录影或者拍摄 所有的影片和视频我们都用了一个长次的共享功能 未经同意 请大家不要使用任何影片或者记录 我们事不宜迟 因为我们看到Pierre也在这里 我先把时间交给Pierre先 谢谢Pierre 好的,谢谢同事 欢迎各位同学或者朋友 来到我们课程的资讯日 我是香港浸美大学电影学院的讲师 我叫林振宇 我英文名是Pierre Lam 我们这个课程叫做新媒体及影视创意写作 荣誉文学士的课程 Bachelor of Art Honor in Creative Writing for Film TV and New Media 在未来的15分钟里面 时间就很短暂了 我将会首先放一条短片 短片就关于我们新媒体及影视创意写作 文学士课程的简介 还有在短片里面 大家也都会看到 除了课程简介之外 也都会看到我们一些毕业同学 他们的一些就业或者状况 都挺好看的 另外呢 当短片完了之后 我也都会跟大家略为简介一下 课程的框架 还有我们未来两年 如果大家有兴趣来读的时候 未来两年 我们有什么活动等等 我也会简介一下 当然在过程里面 也都欢迎各位同学 随时发文 只要你感到兴趣的地方 就可以发文 好了 我们首先会放映一条短片 短片很短的 大概六分钟左右 我们看一下这条片 好 好 CZW是一個兩年的自知課程 在全球化的年代我們相信講故事的技巧很重要 在這兩年內我們會邀請很多不同的專業人士來教授同學不同的科目 包括有專業的導演、編劇、監製、推廣等等的人士來教授同學不同的科目 讓同學可以學到一套專業的知識 新媒體及影視創意寫作榮譽文學士課程 每年都為媒體工業帶來大量的創意人才 這個與我們課程的特色很有關係 課程的特色是以建立和鞏固學生的寫作能力作為根基 在貫穿今天創意工業裏面三個最影響大眾的範疇 包括最入屋的電視、流傳最講的新媒體 以及能夠製造夢想、反映生活的電影 在課程裏面關於創作的科目包含製作和寫作兩部份 在寫作的學習裏面最重要是去學會講故事 講好一個故事、講一個好故事 故事的力量是可以大度改變世界的 印度聖雄甘地曾經說幾句說話 在這個世界裏面你必須要成為你想看到的改變 意思即是說如果你想城市乾淨 你就不要亂丟垃圾了 如果你想別人對你好 不如你先對別人好 甘地這句說話雖然很簡單 但對很多人都帶來深遠的啟示 如果我講的故事都影響了你的話 我就成功了 講故事除了要靠突如其來的創意之外 更重要是足緊理論 我們電影學院的責任就是讓同學實踐講故事、寫劇本 進行拍攝的同時灌輸行之有效的西方編劇理論 即是傳授劇本秘笈 法國作家普魯斯特曾經說過 唯一真正令到生活更加深刻的就是文學 關於文學的課程 在我們創意寫作的設計裏面 亦都成為了主要的骨幹 我們希望以更活潑的方式來教授中外文學選讀的課程 令同學認識到文事和影像實質上是兩個不同的媒介 但同時地他們有互相關聯、互相成就 同學運用從文學課程所得到的知識來解構原著作品 張愛玲曾經說過 養成寫作習慣的人 往往是沒有話、找話說 而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課程 就是透過閱讀文本 去看看不同的作家 如何冒說話、找話說 課程的最後一年 每一組的同學都要完成一個90分鐘的電影劇本 課程的特別之處是 除了校內老師評分 我們也會請來一些行業的資深編劇去做一個評分 得出來的評分會更加全面和客觀 每年我們都會帶同學去外地去做學術的交流 過往我們曾經去過首爾、柏林和巴黎 和當地的大學和學生交流 去了解當地學生創作和編劇的心得 讓同學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電影文化 放闊他們的視野 我自己最難忘的study tour 就是去東京電影節 可以在那裡學習到不同的電影文化 也可以看到不同國家的電影製作 參與這些活動最大的得著 就是可以在實戰裡面得到經驗 因為課程大多數的活動 都是著重在實戰的培訓 包括編劇的工作、電影的製作、出版 以及展覽的策劃 我們課程每年在暑假 都要為學生安排一些實踏機會 例如去到電視台、電影公司、電影發行公司 新媒體公司和網門的實習 讓同學可以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 去學習和工作相關的知識和技巧 修讀過我們課程的同學 入行之後最大的優勢 就是比起其他初入行者 更加懂得看劇本、寫劇本和評價劇本 任何行業都一樣 當見到我們的同學表現專業 自然刮目相看 畢業之後我去了一間電視台工作 都參與到不同類型的節目製作 其實身邊有很多同學是在做這個行業 例如是編劇、PA、寫劇 我想我們畢業之後工作機會都不少 以前讀書就會教我們怎樣去銷售故事 其實出去我們一樣要銷售自己的橋 以前讀書教我們怎樣去設計 包裝自己的故事 我現在做事在這方面都懂得怎樣做準備 畢業之後TVB招聘編劇 所以我就順利入了學 之後我就入了一間幾有規模的創作公司 負責創作合拍片和本土港產電影 課程教導了一些基本的編劇技巧 例如故事的結構和怎樣去吸引讀者 令到我建功的時候很有優勢 我想上課之外最深刻的就是 跟同學一起讀巧寫故事到通宵 因為以前做功課 有些時候是自己一個人寫劇本 但速度去工作大部分時候 都是跟同事一起去讀節目 所以我想以前跟同學一起去談劇本 就幫我採取了很多經驗 我們這個課程是會教授同學 專業的編劇和講故事的技巧 特別是在電影、電視和新媒體 這三個方面 這樣同學可以在離開我們學校之後 去到電影工業、電視工業 遊戲行業和新媒體行業 都可以發揮到他們的創意 我們這個新媒體及影視創意寫作文學士課程 其實就是對於很多對寫作、創作和製作這三方面 寫作、創作和製作這三方面的同學 特別多這一類的同學 對我們的課程感興趣 因為我們的課程 其實也是主要 都是訓練同學 在寫作這方面 是能夠有一個專長 其中寫作包括哪方面呢? 特別就是 如果 你對於 投身 香港 影視工業 又或者 新媒體 包括很多 網媒等等 感到興趣的話 我們課程提供的學習和訓練 相信就會對同學有很大的幫助 其中我們的課程 其實就包含三大範疇 正如我們課程的名字 大家都會留意到 包括電影、電視和新媒體三大範疇 我們在三大範疇裡面 我們也挺著重 甚至乎是我們課程的重點 去培訓同學 對於故事的創作 故事的創作 這一方面的訓練 是相當足夠 我們訓練同學故事的創作 究竟如何應用到影視工業 或者新媒體工業呢? 當然了 我們不是 跟中文系有分別的 我們不是要同學去寫小說 去寫散文 而是我們希望同學 能夠在影視工業 以及新媒體工業裡面 能夠以一種故事創作形式 即是包括劇本 劇本 又或者是符合製作用的一些寫作形式 去幫助同學 在傳播媒體上 能夠獲得一個專業 所以 我們這個課程 也是全香港大學 大專院校 學位課程裡面 來講 全香港大學 或者大專院校來講 我們唯一一個課程 是會要求同學 以一個長片 電影 90分鐘 劇本 作為畢業作品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因為一旦經過畢業劇本的洗禮 基本上 你會對於 無論是真的 同學有興趣 在電影製作 打算做編劇 或者做導演 又或者是電視 無論是電視劇 又或者我們現在很受歡迎的 綜藝節目 另外網媒 也會有很多短片的製作 一些微電影等等 甚至乎廣告業界 現在今時今日 我們所謂做廣告 很多時候都要為很多品牌 製作一些很短的影片 作為宣傳 等等 全部其實我們都需要 對於講故事 敘事是有一個深厚的形式 我們才能夠去順利地 能夠透過我們的故事 去表達我們的訊息 我們課程對這方面的訓練 是非常之充足 另一方面 對於課程來說 我們在兩年自知學位的時間裏面 我們也會有三件事 其實是 一就是我們會有很多所謂暑期學習的計劃 internship 我想很多同學都很關心 internship這件事 過去我們已經和很多網媒 或者電影公司合作 每年也有同學 為數 雖然不是全部 但是都會去到這些機構實習 做見習編劇 或者見習的網媒編輯 或者見習的電影頻道的program 等等是有這個機會 另外就是 如果疫情能夠緩和 我們都每年有一個study tour 也都會和同學一起去到外地 有一個交流 過去曾經去過的地方 包括韓國、德國 和法國的巴黎 這樣 希望同學對於我們這個課程 都算是幾豐富的校園生活 或者課程的設計 感到興趣 當然了 很歡迎同學 如果有任何疑問 或者感興趣的 取遇是聯絡我們 或者聯絡我都可以的 我們很歡迎大家發問 去解答大家所有的問題 我希望 接下來的一年 會真的見到大家了 一起我們學習 好嗎? 好 你好 你好 Sonia 你好 你好 有位Sonia Chan 是的 請問入學要求 請問入學EF3要求 OK 好 EF3的要求 當然 你之前需要有兩年的學習經歷 包括 可能是高科學 或者是高科學的學歷要求 我們也都在GPA上 我們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那 但是 所謂要求 當然 每一個 情況都不同 那 基本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申請 我 那當然 有高級文頻電影科學 絕對沒有問題 是你絕對符合要求 Sonia Chan 同學 你絕對符合要求的了 那 就算是畢業 工作了幾年的同學 就是想讀書 那我們也沒有有歡迎的 沒有有歡迎的 GPA來說 當然 我斷猜你不會是 失敗的 是不是 我斷猜 如果你也是 已經有一個 過程的狀況 OK 已經是符合 申請的要求 不過 只不過 就是 我們會根據不同的GPA 就會分成 會直接得到 又或者要經過interview 去獲得學位的 所以 當然我又不會很方便問你 究竟GPA多少 但是 你可以試試申請 我們會衡量不同的狀況 就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希望看到Sonia Chan同學 你 哈哈 不要這麼說 好 好 到這裡 謝謝Pierre 謝謝 如果同學繼續有問題 也可以在檢查室上 好像剛才那樣 找Pierre 跟她說 就是問問題 我們下一個環節 就是去到另一個課程 因為看到Dr.Maggie Fung 已經在 接下來我們就交時間 給Dr.Maggie Fung 介紹我們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的課程 謝謝Maggie OK 大家好 聽到我的聲音嗎 OK 清楚了嗎 好 今天 原先安排了15分鐘的時間 現在我應該是說10分鐘 是嗎 可以多一點 可以多一點 OK 其實 我有一個PowerPoint 30張 但是 我也覺得 可能 那個PowerPoint 其實同學有機會在網上看到 我看見我們有三位同學 如果你有問題 可以先問一下 否則 我擔心完PowerPoint之後 其實就沒有時間 可以看 有沒有同學有興趣想讀ICM 可以選擇 如果沒有 我可以開啟 我的PowerPoint 如果沒有 我可以開啟 我先開始說 那裡的PowerPoint 如果同學有問題 可以叫出來 我們這個專頁 叫做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 Honours in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我們簡稱是ICM 我是這個課程的主任 Dr.Maggie Fung 我想同學 我都覺得 這幾位同學很好 你來聽這個Info Day 因為 其實你很難憑一個名字 我這個program 去報這個課程 那我就想知道 我也知道同學 可能你們心目中 讀AD 其實都是想入UGC的課程 那所以我就想 其實可以聽一下 因為其實UGC的那些位置都有限 那UGC之後 其實你仍有第二個 第二個選擇 原因就是 其實我覺得學位的CG 和我們的架構 或者Facilities 其實不是很大分別 分別最大 其實就是講 同學給你自己 那你去用什麼心態去讀這個書 其實很影響到你將來的出路 因為我們 譬如我們ICM 其實都是全地學院頒發的一個資歷來的 那或者你再看下去 看看這個課程才會合你 是的 那我們其實就覺得 同學可能 讀完AD 都會想 究竟我應該怎麼繼續呢 那如果你本身已經是 我們Creative Media那邊的一個 Cilos 就是那個 橙色那一屆 其實你可能都知道自己是 可以入什麼科 是的 可能都是全力學院下面的三個課程 Creative Writing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或者是MSC 那我覺得其實這三個課程 都是全力學院裡面的 所以其實最重要是 你自己想走那個路 那這些是我們ICM的學生 那同學如果你可能自己問一問 那你有以下這三個心態 或者你的性格 其實都首先是很適合讀傳理的 那性格包括就是你有同理心的 那因為我們ICM 就是集中在廣告公關 如果你想做廣告公關 這個界別的行業 那你就適合ICM 那如果你是有同理心的 那就是說我們做廣告公關 其實是很需要 是代入了讀者的心態 那才可以講 講故事是有說服 還有我們能夠 就是令讀者有一個共鳴 第二呢就是你要對事實很有執著的 那其中一些科目 我們搞一些新聞倫理 比如Ethical 還有一些傳理的訓練 會令到你做一個好的Communicator 是的 那第三樣東西就是 第三樣東西就是 第三樣東西就是你要有很有創意 那我說的創意 就並不是說是畫畫的創意 當然你畫畫的能力是好 但是我說的創意就是你想東西的方面 可能你會想什麼 那其實同學是很需要 經常都想不想東西的 我們這課都是 那因為其實有很多問題會發生 有很多你以為沒有問題的 其實都會突然間有問題的 那你那些問題 在問題發生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 作出一個立即的創意去解決呢 那我們如果說的行業裡面 比較常見就是一些Client 有些問題 那你幫個Client去解決他的問題 那我們逐一點說這些是那些巧 那我們將那些巧 幫個Client解答他的問題 而出了街之後 那這些就會變成了學生 或者我們畢業生的一些成功感 因為我想做得這行 都是那些不喜歡坐定定的人 如果不然你就做Accountant 那就是你不喜歡坐定定 或者做一些很外販的工作 你是可能不會坐在公司的 但是呢 你就要整天面對不同的Product 比如你今天可能有個客人找你做 酒的一個品牌 明天可能有個客人找你做 比如女性用品的品牌 或者最後有個客人找你做化妝品的品牌 那如果你是覺得 其實你也是喜歡一些不同類型的東西 那你從客戶或者從你的工作裡面 你會學到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呢 我們很需要創意 還有你的性格是不可以很外販的 那就是我們經常說做PRO 或者做公關 其實是打橫來的 因為你會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是很依靠你的客人 你的公司接到什麼客人 是的 或者給兩個 廣返我們讀書那裏 給兩個PROJECT 同學看一看 那讓你感受一下 其實可能你畢業那時候 會拿著這些PROJECT 可以去建工 或者你可能 從這些方向去做一些不同的工作 那一個呢 就是其中一個Marketing的PROJECT Year 3會製造的 是講一個傳奇 是幫一個類似NGO 去宣傳香港的傳統工業的 那或者我播一部份吧 我姓班的 這裏我也是店主來的 我以前只是深水埗 都有十間八間的 現在 如果當我要做一些傳統的服裝 例如正統的西裝的時候 這些傳統工藝就不可以缺少 因為包樓可以令到一件衣服的完整性 可以提高 包樓的定義就是 可能做了一件西裝的布料 就用一模一樣的布料 剩下一樣的扭出來 就可以令到整件西裝看上去 非常之完整 那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剪兩層布 是嗎 是 剪兩層布 然後按下去 是 按下去 是 先按下去 先按下去 齊整 齊整 很藍 有點藍 你剛才對得很漂亮 按下去 哦 你有棍的 你不告訴我 其實這個計劃 都是講回 叫它 介紹傳統工藝 這一組 同學 他就懂得 加入一些界別的東西 譬如他會找到一個 就是 KOL 他是一個 即時裝設計師 因為你是有一個很大的同學在前面 你是浸會大學的學生 那你就可以出去邀請 外面的人 你可不可以和我合作做個項目 這一個項目 我是用來做顧客 可能外面的那些KOL 都很願意幫助 這個項目 就是這樣去達成 其實除了 扭這個解別 還有很多不同的解別 都拍了一條影片 可以和我們興趣可以上去看 另外呢 就是一個 其中一個項目叫做 Social Services Marketing Project 來的 那這個呢 就是同學想想社會上面有什麼問題 那你有一個問題 那你怎樣把這個問題 就是呢 用一個社會的角度去 就是解決了它 這樣 那這個也是一個奪獎的作品來的 那可能我都補一部分 詩語天使是全新創立的社會企業 自力推廣母語共享的新概念 和宣揚向應幼兒衛捕母語的重要性 改變傳統思想 不再忌諱談論母語 打破舊友觀念 令到BB接受進食其他母語 亦都能夠健康成長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嬰兒是以全母語餵養 直至去到六個月大的時候 才開始引入固體食物 同時繼續餵捕母語去到兩歲或者以上 而事實上 亦都有很多的媽媽是希望以母語餵養他們的 這個項目的重點就是 有些媽媽有些有多餘的母語 那些多餘的母語可以捐出來 他們就想了一個社企的想法 就是幫收集那些多餘的母語 然後在一個地方 然後給一些可能窮一些的人 或者可以去 有些人喜歡天然的母語 多個奶粉的 做一個這樣的交換一個平台 這個想法也是獲獎的 但是我不播放那麼多片 那我就覺得同學有興趣看這些片 可以打Keyword HKBU ICM 或者打HKBU ICM 井 這個是我們有一個YouTube的位置 放了這些片 那這個就 給大家可以看看 有同學以往的一些 experience 是的 那畢業的同學會做一些公關的工作 例如化妝品牌 名牌子 或者是汽車 那在這個汽車的相片 其實已經有兩個ICM 我想說就是 其實ICM 來到我們今年第十年 其實很成熟 那很多時候 我們的舊生會請回新生 那整個行頭 其實都有很大部份的ICM 都在做的 我想是 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的 Numberline Network 是幾強的 是的 所以我們在做的 我們在做的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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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derJoy the little egg-shaped chocolate with the toy believes that every child has a right to play and a central part of this is toys 但在香港 一位的貧困社會 是最大的 有些人 有些人 所以我們在做的 小孩 有些人 我們建造一個 小孩 它有 小孩 有 小孩 像一個 小孩 但我們 小孩 都沒有 從小孩 是 孩子 我們叫它 《Mobile Goodness》 我們開始 從 小孩 從 香港 中共 兔子 寶負 寶負 兔子 被贈物 扣貨 不只有 伶負 兔子 從 寶負 兔子 寶負 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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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客人可能就算是kinder 出現版 他們想到一個辦法就是把玩具這件事 就是flip 了去 就是說小孩子去玩具店 我現在不是去買的 而是賣給的 那這個其實有很多是社會責任的 那另外就有一個 小小的宇宙 寬闖的宇宙 什麼都有 什麼都夠 使我小成就 聽放到美麗 比如這兩個廣告 其實我們的畢業生涉獻的東西 它是copywriter 但是copywriter 即是寫字人 原來那個公司可能接了一個廣告的project 所以要你寫完詞 那它的project就會很漂亮 就是它除了很多文字 是在紙張上面 其實它是配合了音樂可以出來的 比如剛才的《大西鬼》 還有這一首廣告的歌 都是我們的畢業生寫詞的 那我就不播了全部 因為這樣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那這一個就是AIA 比如你的公司有一個客戶叫AIA 那可能你除了要試鏈片 就應該是不用劃的 不過可能你要拿那些拍了那個movie的東西 去做那個廣告這樣 另外呢 又是另一個社會責任的 Hong Kong 家中的一位最美麗的領域 在世界上 一位最美麗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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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年來 這個年來 Samsung想要幫助更多人看 尤其是200,000人 那一位最美麗的領域 介紹《Be There Eyes》 An idea that translates social photos into printed Braille Since the Hong Kong skyline is one of the most photographed sites in the city We simply ask people to share their Instagram shots using the hashtag BeThereEyes With a short description of what they see Then together with Hong Kong Blind Union We translated these descriptions into printed Braille stickers 然后将它们重复回到视频的故事 所谈的 我们就放到这里 这个是Samsung的 其实你会看到 广告可能它要跟生命协会合作 如何将生命协会合作 将一个电话 又跟blind people 在一起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个project 帮助盲人看到整个香港的skyline 通过特质 所以你看到广告其实除了 为什么不需要创意呢 其实除了想到如何up一样东西之外 其实你可能中有很多不同的合作方式 和伙伴 是的 有些毕业生是进入了 譬如 digital marketing 的一些 我们叫做企业 会做很多AR、VR的东西 但是除了AR、VR之外 其实现在新兴的就是virtual character 其实明星已经未必是下一步最强的东西了 可能我们会做一些virtual character的东西 就是说其实整个character 其实都是画出来的 还有 event 有些同学会问 现在这样的情况 在covid-19 会不会不能搞的 那变成了很多公司都开始想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叫做XR event 它是extended reality 那就是说其实你仍然可以搞 event 不过都是上网做 那些人表演者会去演场 那变成了你做PR 其实都有不同的变化 是的 那刚才说了我们十周年 那我们 就是一个电话 已经找到五场的 我们的Lumna 回来说 说话 那其实他们说话 就不是好像guest speaking 那样的方式 那我们回来真的好像聊天 那他们真的分享行里面的喜乐 如何入行 那刚刚呢 我们前两天就聚完 最后一场了 我们有五场的 那如果同学有兴趣 就是想问回我们 拿一些资料呢 我是绝对欢迎的 那我们 那这个时间关系 我快一点点了 那ICM呢 是传领学院下的课程 那到同学毕业的时候 你将证书是Hong Kong Practice University 那我们ICM呢 除了是传领学院之外呢 你毕业当时 会拿到那张毕业证书之外呢 就是我们还是经过IA的认证 就是你已经成为了IA的会员 就是进入你ICM 那你毕业当时 你还会拿到一张证书 是有你的名字的 就是证明你读了一个受认证的课程 那就是说你其实都有 确定的standard 那这些关于program structure 这些呢 我觉得都应该和我在网上 可以找到的资料来的 是的 那或者我看到时间的关系 我这里停一停 看看同学会不会有 机会有问题先 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 是如果没有我也可以继续的 那我们4、2、3呢就有这些课程那些 我想你上网找到了 我就不浪费你们的时间去看了 那这些就是我的课程那些名字 是的 如果同学有兴趣呢 可以譬如 甚至乎你说 我想知道这个课程是读什么的 那你可以直接打给我 或者打电话给我 program的IA 那我等一下会有个联络给你 那我们 这些都很open的 可以譬如你有几个同学你想了解一下 那我们在14楼外面开一张台聊 那我们经常都做这些东西的 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我们program也有很多scholarship的 那如果同学是真的很committed的 很努力进来 你真的试过我们有一些同学是 读书读得很好 他们拿了十几二十万走的 是的 每年都拿几万元 那我说 我真的觉得他们家人会很开心 是的 除了之外呢 我们就有一个ICM的Facebook Network 那里面有八百多个旧生 全部都是ICM 那他们有工啊 有part time 就会上去 那还有这个呢 是一个closed的network 那只要读一个ICM 才可以进入 那所以就 这个也是很strong的 在我们的立场来说 是的 那我们会sponsor同学出去 study tour 或者这些是我们以往拿奖的东西 我们有学生会 这些呢 就是比如我们毕业生会进入的行业 那比如AD 就是Advertising PR Digital Communication Media Company 我们有差不多20%的人 是进入媒体公司 NGO 我们的同学 比如入民外 去写 proposal 民政府拿钱 去澳洲 读一个master 连上洗肺的 是的 那也有同学 在Cambridge 毕业 是的 现在读中 应该还未毕业 那应该是选了AD 那我们有一些毕业生呢 就是 做了之后 就回来 问他拿回家 那继续 就是 职业上的进资 也有 是的 我看到我自己也超过了一点 那我想看看同学有没有问题 是的 如果没有 那或者 我也不阻挡大家这么多时间 那我跟Alex 是的 是的 或者同学都可以 如果有问题 可以继续在这个 chat room 问Maggie 那我可以 或者你可以 E-mail给BICM BICM 是的 记住前面BICM 那好吧 拜拜 交番时间给Alex 谢谢Maggie 嗨 Hello 好 好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Alex 我是另一个 communication school的 top-up degree program的老师 我们的program 就叫做 media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那 好 可以给大家看看 我们的program的简介 大家应该看到 好 好 我们的program 就叫做 media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我们也是浸会大学 全理学院的program 来的 社会媒体及社会传播課程 那我们是 全理学院第二新的program 其实目的就是看着 现在社会上 基本上主要是由社交媒体 和网络媒体主导 所以同学所需要的技能 以及所需要对社会的认识 都变了很多 基本上是很多事情 真的要下手下脚去做 以及要对社会发生的各种事情 非常敏感 那你才可以在现在这个媒体社会上 去到生存 以及可以找到好的出路 所以我们的课程 其实的设计就是 看着现在社会最新的需要 所以我们安排新的课程出来 暂时我们的课程 已经转到第七年、第八年了 都很不错 觉得出来的同学的表现 所以我们都很开心 所以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课程做什么 最基本就是 我们这个课程就是 给上 就是 科学士的同学 和高科学士的同学 和高科学士的同学 转移 接驳两年的学位课程 如果当然你在SCE 旗下的CIE 国际学院里面 去读 associate degree 升上来会有一些优势 因为你很多基本的 譬如通识课程会处理 和课程在行接上 当然也会比较紧密 但是如果校外的其他 就是院校的同学 你是读完博士 或者读完高科学的 你想转过来都可以的 那我们过去都有 差不多三分一 或者是一半的同学 不是来自浙会大学的 课程升上来 那也可以的 但是就会有少少 要补一些 例如说 通识课程等等 那时间就多了些 那就是我们的课程 就有 都是来自于全理学院 所以当大家毕业的时候 拿到那张的学位证书 就会是一个荣誉学位 就是来自浙会大学全理学院的 所以我们跟其他任何浙会大学 全理学院的课程 无论是UGC 或者是上級 其實那张书是一样的 都是由浙会大学全理学院去认证 那我们的老师都是由浙会大学全理学院去拼任的 但是我们就会是 所以我们就会是 跟持续学院的学院 就是学院的课程 有个比较紧密的联系 那就是 那就是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 给大家看看 我们课程的一个背景 有一个很简单的片段 大家可以解释到 其实我们MSC的课程 到底是做些什么呢 这个片段有点特别 因为它其实是回到我们 自己MSC的同学去拍摄的 所以你会看到 原来我们MSC的同学 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制作 还有它里面有很多都是同学的功课内容 也会介绍到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和体验 那我可以分享给大家看看 其实我觉得大家最重要是 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 那就可以在MSC继续 可以在这个方向发展 MMSC的课程是理论和实践并重的 学生除了在校园学习之外 还会走到校园以外 进行不同的拍摄 The combination of media proficiency and social concern can be beneficial to our students when they graduate and enter any sector of the society The world is changing so we need to prepare the students for them to taking the bridging role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like data visualization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and storytelling 那我进来MSC之前 是读Multimedia的 那进来之后 就有很多practical的东西 有了属于自己的作品 那我阿蘇也是读新闻的 上到MSC之后 那我就可以接触到 更加多的新闻的知识 还有都有机会 接触到新闻行业的真实工作 MSC更加注重 无论在新闻、新媒体 亦或是制作媒体呈现的实践 同时MSC每年 就会组织很多不同的study tour 去一些很特别 很有异的地方 去躺风眼界 展开思维 如果你想有一个 灵活一点的学习环境 又不想在一个课堂 或者在一个课室里面 这样的局促 那就应该考虑下 读MSC的课程 所以大家看到 其实刚才那些 是我们在同学读书的过程里面 他们已经做到的事情 包括他们会去做拍摄、采访 做新闻类的工作 以及其他影片制作等等各样的 还有我们现在也多了很多 例如说面对着新媒体的转变 一些大数据分析的课程 以及一些数据整理和表演 今时今日在新媒体世界里面 都是越来越重要的 那我们的设计 经常都想要走前一步 看下来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 同学怎样可以在社会上 和各个行业上成功 那我们就会预先去筹划 所以我们的课程 顾名思义 叫做Media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一半的课程范围 就是一些媒体技能的训练 那些媒体技能的训练 包括什么? 包括拍片 包括摄影 包括采访和记者的工作 包括设计 包括一些公关项目策划 多媒体制作 数据分析 所以有一半的课程 其实是大家落手落脚去做的 因为当你有这个技能在新的时候 你出来工作的时候 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范畴去进入 所以有时其实这些基本的媒体技能 是现在今时今日你想进入媒体行业 一个入场卷来的 一个入场卷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 才会接触到这些不同的媒体技能 将来出来的时候 你在工作崗位上 就会比较顺风顺水 和也可以走得远一点 很简单的例子 例如说就算你打算做广告 或者打算做PR 其实你说 那我需要不需要制作 那当然你不必需要制作 但是如果你有个概念 和懂得落手 知道大概的事情是怎么做的 你出来和其他不同的配合 都会好一些 例如说我想做拍片 那我需要不需要 例如说做记者的工作 或者例如说我会不会 一些PR公关的技巧 其实你都要的 因为你做制作的话 如果你有公关的思维 和有一个新闻的思维的时候 你和不同单位配合 会做得好很多 所以这个多范畴的媒体技能 每件事我都会接触一些 会去了解一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出来的时候 这是基本的一场券 所以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Facebook 我们的IG 或者我们的网站 其实都会看到很多同学的过去作品 有些是采访类的 有些是故事和drama类的 有些是动画的设计 他们都会做得到的 我们的网站 如果大家去打算 就是浸大社传 浸大社传 或者HKBUMSC 你都可以找到我们的 我们有Facebook IG YouTube 和网站 我们都会有的 所以上去可以看到 其实同学在我们的两年里 已经可以做到很多很多 不同的媒体的工作 就是尝试 第二部分 就是除了媒体技能之外 就是社会关注 因为现在的世界 你知变得很厉害 无论是舆论民意 政治 可持续发展 环境问题 卫生问题 健康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课程里面 除了媒体技能 另一半 就是这些社会关注的 例如我们有科目 是Health Communication 关于一些健康资讯的传播 以及如何去理解不同的健康议题 包括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现在环保的问题 或者人口老化等等 我们都会考虑 还有我们要了解 香港原来有很多 社会政治的议题 我们都要知道 才可以在社会里面 做一个有用的人 以及可以回应到社会各种挑战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关键的事情 我们不只懂得技能上去做 同时我们懂得如何 将这个应用回到社会之中 所以我们有一半课程 就会集中去等等大家 去知道社会现在发生什么事 以及一些不同的概念 例如刚才说到一些 Health Communication 医疗相关的传播学的概念 其实今时今日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也有非常大的社会需要 包括除了医疗的东西 也牵涉到一些生活质素的东西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技能是重要的 但是同时也要了解这些技能 是如何在社会中去形容 我们经常在讲笑 就是说现在不时香港 有些叫关公灾难 或者公关灾难 其实不是公关人员 或者公司里面的市场人 不是他们不懂得写字 不是他们不懂得做图 不是他们不懂得设计 而是反过来 虽然他们懂得这些 但是他们接触不了 和了解不了社会的目光 所以社会关注也是非常重要的 OK? 刚才我们讲到 我们要做到同时有一个技能的训练 同时有一个社会关注和概念 要做得到 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在一个训练 两年内做到这些东西呢? 其实因为我们的CG上面 除了我们几个浸大传续学院的全联络老师之外 我们也经常会邀请一些 就是行内的 真正在做的最前线的一些媒体人 回来帮我们去教我们的同学 所以很多实践的课程 就是我们会找一些真正在职场之内做的 有时也会邀请同学 去做训练和毕业之后工作 的一些师兄师姐 或者一些媒体人去教 例如说这位叫做Steve 大家可能都听过 不是他 而是听过他的作品 2月29日 就是他近来的ViuTV得奖电视剧 他就会帮我们教一科 advanced media production 就是教大家做制作的 拍剧、广告类等等的东西 他也有自己的production house 我们的同学也会去production house 做intern的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connection 还有一些行内真正在做的人 会去帮我们做一些教工作 让大家知道实际行内 发生什么事 那些技能是确保的实用 也有其他 例如说这个是李贼彤 李贼彤是一个摄影师 也是一个记者摄影师 摄技 他得了无数 香港01很出名的摄技 他会帮我们教摄影 摄影的课程 那也有Frank Frank就是行内很top的一些PR firm 和广告公司 做social media marketing 社交媒体的市场学 市场规划 和推广等等 那会由他去帮我们教 social media marketing 这一科 还有一些很出名的香港记者 包括李贼、海玲 他们会帮我们教新闻採访 那方面的专业知识 所以我们的行内的老师 他们一方面是有工作 但同时可以将他们工作的经验 和技能传授给同学 确保的东西是实用的 用得着的 以及社会需要的 那些同学出来 其实短短几年的毕业了 他们也有很多 可能都会见过你面孔的 例如说 这里有一个叫做梁泳琪 梁泳琪 就不是卓哥那个 他就是在港台上 你会见到他的 就是830特工队 他会做一个主持节目 就讲关于社会议题 和生活的 lifestyle的东西 你会见到他在港台做的 他会负责写稿 亦会负责做主持 另外你会见到Karen 就是现在都很红的一个KOL 就是她做一些科技开箱的片段 你在YouTube会常常见到她的 就是Karen 是我们MSC的毕业生理 下面有戴着牛仔帽的Column 她是一个旅游摄影师 帮博物馆做摄影 也是自己的自由摄影师 下面中间的就是阿Lee 阿Lee 他就是之前 他是一个导演的时候 在鲜浪潮入到Finalist 近来他都有很多project 例如说他现在好像 在帮张敬軒 在拍MV 他是那个project的副导演 他毕业了两三年而已 但是他也很成功 最后右下角的你会见到阿梓 阿梓是一个摄影师 他就有很多client 和很多celebrity合作的 例如说泳怡 盧巧音 杜小桥 都有很多和他合作的经历 他就会帮你做一些商业的 影视制作背后的 behind the scene 的摄影 他在MSC的时候 都有很多机会 向着他希望做到的事情 一路发展他的project 所以他见到 其实写成人出来 都很多很多出路 和做得不错 大学生活 大学里面也有很多奖学金 给大家申请 其中我们会有 我们的学生集团 由学生去搞各种活动 除此之外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很喜欢搞 去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 一些study tour 那些study tour 我们会去一些 通常同学比较少些 可能去的地方 例如我们去过 道拜 我们去过 印度 我们去过柬埔寨 我们去过俄罗斯 匈牙利 波兰 等等 等大家一起去到 除了去旅行玩之外 都是一个学习过程 都是一些新的体验 我们常常想搞北韩 这些团 我们平时可能难些去到 就是我们 科庭 就尽量安排给大家去 还有 这些study tour 其实大家只要进来MSC 我们是因为鼓励大家有个 global reach 就是要去接触世界 也是我们整个BU的方针 所以其实我们会提供一个奖学金 给所有同学都要进来的时候 你申请这些study tour 我们就会有一个津贴 让大家可以便宜些去到 但是他们去柬埔寨那次 我记得好像是一千多百元 那他们有七天了 要去吴哥佛等等 所以这个是 就是进来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 就是很想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玩的事情 那也都 我们的同学都有 不时 大概一两年就有的了 那我们就会去一些国际学术会议 里面 将他们的final year project的研究结果 就跟国际的学者之间 去发表的 那真的是一个正确的 学界的学术会议 那他们能够参与到的 那我们program也都会 除了学术上的支援 也都会给各种的 裁券支援等他们可以去study tour 参与多一些这些 不同的学术学术会议 和这些交流团 那所以其实这两年短短 但是我们都尽量希望大家可以精彩 好了 那不職业了 不職业之后呢 那他们出来做什么呢 那很多同学呢 就都会想进修 那有的 那想进修的同学呢 就通常都没什么问题的 就可以读回石市课程 包括证会大学 以及其他大学 或者去海外升学都有的 那但除此之外 很多同学他们的工作呢 就会是做网媒是很多的 OK 包括香港01 或者是刚才讲 PriceHK 包括之前 Timeable 等等等等 那都很多是会在网媒里面工作 也有记者 有同学会在电视台上做 例如说全文造星的剪接师 那是我们的同学来的 那有些会去PR 廣告公司 PR公司那里做 特别是一些新媒体的 或者是社交媒体 或者是广告类的工作 那也有很多的 那另外就是 在一些公司内部的 Marketing的工作 或者是一些NGO的沟通 和政府部门 那所以其实他们的出路 都很广阔 基本上我们所见的就是 同学找工都不是说很难的 因为那些技能 真的拿到手 即是立刻可以 入到纲位的时候 就可以开工做的 那所以雇主其实也有信心 和意义去到了解 而且你会看到 其实他们在读书的时候 都已经有很多作品 可以去到说服到那些雇主 去到 他们也是做到的 OK的 所以同学其实出来找工 普遍都不是太困难 那包括今年 其实我们见到 虽然情况是挺差的 整体香港的就业市场 和经济 但是同学的工作机会 同学找工都好像不太差 都不错 有很多同学说 不停有新的工作 接着可以接到各种项目 工作都稳定 那OK的 我觉得同学不用担心 说读完之后出来 会不会认受 或者会找到工作 OK的 最重要是在过程里面 那两年 努力就行了 所以出来的公司和工作 都很多 这些都是一些 曾经邀请过我们同学的 不同的组织机构 有PR firm 广告公司 一些网媒 电视台 报章 雜誌 等等 所以出路都其实很阔 很视乎同学的能力 和同学的兴趣 因为始终你知道 任何媒体 任何公司 现在都走不掉 都是需要 網絡媒体技能 所以你要识整 识组 了解社会 这些都是走不掉的 所以 工作机会是很阔的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来到的时候 是开放的 尝试 试各种东西 喜欢在这两年里 尝试尋找 就是有兴趣在媒体里 找出路 打算做些什么 而且考虑一下大学这两年 其实是一个很独特的经验 希望可以在这两年里 用尽它 就不只是上学放学 考试 我们不觉得大学是这样的 大学应该是可以多远 可以多点尝试 玩各种的project 试各种不同的情况 如果你是CIE升上来的同学 我们就非常欢迎 因为课程会很紧密 如果是CIE同学都可以的 我们有一半 就是三分一个同学 是来自CIE以外的院校 但是就有少少补科去注意 最后就是如果大家想报名的时候 就真的尽快了 因为尽快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等到 截止日期才开始被提供 我们就收到的时候 觉得成绩可以的 背后的背景是符合 课程的要求的 我们都会尽快给大家一个提供 因为都知道同学 等到提供的过程 其实挺痛苦 所以我们都会尽快去安排 就不会等到所有字架 才开始提供 所以要报名的时候 就可以快些了 最后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当然在这里问我问题 或者也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 Facebook IG YouTube 各个multi media的平台 我们都会用得到的 可以去看资料 或者去问我们 或者去了解一下 原来同学在我们做什么呢 就可以了解多些 最后有个QR Code给大家 报名的可以去CIE的网站 或者是搜到QR Code 那你就可以去到报名的平台 OK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想看看各位同学或者参加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呢 我们可以谈谈 或者随时都可以再复带我 可以去回复大家的短信 或者电邮等等 同学有没有什么 OK 可以填一填 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呢 关于我们MSE 媒体及社会传媒 我想OK 如果有任何大家想起 或者想问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 或者去到我们的平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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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Alex 同学也是 随时有问题可以上我们CIE网站 或者找各位老师 各位博士 今天我也很感谢大家出席这个讲座 我刚刚在订阅室分享了一条连续 请大家如果方便或者有兴趣 可以帮我们填一填 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提供到宝贵的意见给我们 那今天的活动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还有一个展览厅 整个功能里面 那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去那里再看看 其他资讯 或者大家相关有兴趣的课程 那在这里 没有了 我们正式完结了 谢谢Alex 谢谢Kunny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